6月23日,在北京大兴区体育中心创四帐篷的北京首个气膜版火眼核酸检测实验室正式启用。 这些实验室具有可移动、自动化、大通量的特点,将为北京检测工作助力。 记者看到,每组实验室共有三个帐篷。 三个帐篷按照功能设置有样本接收区、试剂准备区、样本置备区和扩增区等等。 样本会在第一个气膜舱进行灭活、数据录入,接下来第二个气膜舱会进行核酸提取的工作,最后一个舱则会进行最后的检测。 每24小时,大兴的火眼实验室能够出具3万份检测报告,这一速度有赖于自动化的核酸提取技术。 在我们的这个第二个舱的核酸提取里面就用到了我们国产的自动化提取设备。 这个国产的自动化提取设备它其实是一个大的,我们叫做一夜工作站通过机械臂来操作整个的实验过程, 能够比较快速比较多的来处理我们的这些样本。 如果传统一点的小的这种提取设备,它大概就十几个样本同时做提取。 我们这个可以一次做192个样本的这种提取。 刘欣告诉记者,气模板实验室和传统的核酸检测实验室一样,都是严格按照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标准设计,在安全性和工作环境方面不逊于传统实验室。 我们的这个实验室它在各个不同的实验分区之间,它是通过这个传递窗来传递我们的这些物品。 那传递窗它单向开启能够保证各个实验区域之间相互独立,不会造成相互之间的影响。 里面的这个温度是可以有保证的,就是它不会特别闷热,可以装空调。 刘欣说,大兴区气模板实验室的建设只花费了三天时间。 相比传统实验室,气模板实验室更适宜疫情当前检测压力较大的情况。 在我们应急的这种场合下面,我能够快速搭建,而且它的这种空间富足能够真正做到我们更大的量,更大的通量。 刘欣介绍,目前北京西城区也在建设同样的气模板核酸检测实验室,近期就会启用,进一步增强北京核酸检测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